香港的小孩子如何發覺 原來有40% 即是差不多接病一半的年輕人 他們不避孕 年輕女兒不避孕 覺得自己都不會重招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謀誤 即是我們知道你不避孕 就預先在家裡會懷孕 尤其是用年輕人來計 或者中學生他們來計 他們想起避孕方法 原來他們覺得體外射精 是一個很好的避孕方法 一會兒你會看到 他們覺得體外射精 是一個很有效 甚至可以給病人院 病兔的效果 他們覺得這麼有效 反而不是很多人會使用 如果用全球的數字來說 就只有15%覺得是可信的 即是有用的 但香港的學生 除了是中學生 覺得六成的人 都覺得體外射精是有用的